刀杖去伤害你的身 用言语诽谤来诽谤你 那对于这个冤底 这些敌人的诽谤呢 的损害呢 我们能够忍受 那是这次针对友情 对我们的损害 我们能够忍辱 第二个呢 是从无情物 我们也要忍辱 比如说外界的无情物 他有风雨啊 他有寒热啊 他有这个蛇蝎啊 蚊虫啊 我们也要安忍 那另外呢 从自己身心而引起的身心的苦 那我们也要安忍 那还有一类呢 叫做地查法人 地查法人呢 就是我们要了知诸法的实相 误入这个诸法的真实性 提悟法性 那这个 菩萨呢 他也要去修这个忍辱 那菩萨的忍辱呢 是难忍 能忍 那第四个呢 是精进 布施 慈戒忍辱 精进 他精进呢 主要是度 这个懈怠 那我们说精进呢 他是通知利利他 因为这个福德跟智慧呢 都要精进 那这个精进呢 他分为深精进跟心精进 那二圣的精进是什么呢 二圣的精进是极求治疗 速断生死 他想要快一点的 这个学习界定会 然后断除烦恼 然后争入解脱 大圣的精进呢 大圣的精进 他是精进六度波罗蜜 精进四色万恨 所以二圣的精进 是精进什么呢 二圣的精进 是精进八正道 精进三十七道品 大圣的精进呢 他是无有焰主 无有焰主呢 他是清净一切诸法 学习一切佛法 文词一切佛法 庄严一切国土 度托一切众生 断尽一切烦恼 原成无上佛道 他的精进 他是没有焰主的 他的精进不会嫌太多 而且呢 他除了无焰主以外 他还不止息 就不休息的意思了 他的这个不止息呢 主要是我们所讲的 心的精进 心的精进呢 我们的力量是可敬的 但是心的精进呢 是无限的精进 生的精进是有限的 什么意思 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智力 我们的财力 我们的能力 是可敬的 但是我们的心力是什么呢 他是无限的 好 所以 大圣的精进呢 他不是急求治了 他是无焰主 他是不休职的 那第五个呢 是禅定 这个禅定呢 在定的归类法当中 世间的禅定 世间的禅定呢 他主要呢 是为了自己的身心清安 那世间的禅定 我们是修什么呢 我们是修 验下心上的六行观 那第二个呢 是二圣 生文定 生文定呢 他是观察 他观察什么呢 他观察三法印 也就是说 他有世间的定 的值 再加上观 他观什么呢 主要是观无常观 无我观 四地十六形象观 这个是 生文的禅定 第三个呢 是大圣的禅定 在这三种定当中 他是 他的差别在哪里呢 跟他的观法有关 世间的禅定 他是六行观 生文的禅定是 无常观 无我观 大圣的禅定是什么呢 观法性的不生不灭 生文 他是观生灭 从观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进入于涅槃极境 他是观诸法的生灭 但是 大圣呢 他是生观法性 他从生灭当中 能够观到 他的不生不灭 而且可以做平等观 也就是 生灭 即是不生不灭的平等观 这样的禅定 他是跟智慧相应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烦恼极菩提 他可以恶地并观 这种定 他是与大圣般若相应的禅定 这样的禅定 不同于凡夫定 不同于 生文定 这是菩萨 这个修行的 圣生的禅定 他能够观到 法性的不生不灭 他能够生观法性 所以我们讲到说 菩萨行呢 他有生观 还有第二类叫做什么呢 广行 生观法性 他的生观法性呢 能够观 生灭即是不生不灭 烦恼即菩提 生文是烦恼是烦恼 菩提是菩提 他分得很清楚 一个是要断的 一个是要正的 但是大圣 第六个波罗波罗蜜呢 波罗波罗蜜呢 他不像 生文 他把烦恼呢 当敌人 烦恼 他反而让他能够 让菩萨能够润身 三界 这个叫做流祸怎么样 流祸润身 所以这是 菩萨的慈悲跟智慧 而有的观照方式 那 我们说烦恼呢 就像贼一样 二圣呢 直接就把贼怎么样 杀掉了 那烦恼嘛 我们要断烦恼嘛 杀贼 阿罗汉有一个别名叫杀贼 杀贼是杀贼 杀烦恼 菩萨杀不杀贼 菩萨他有圣身的智慧 他不杀贼 他让贼来扶牢役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利用这个贼 我们不要把他杀掉嘛 你要帮我扶牢役 那 但是呢 这个贼 他也有他的作用跟功能性 菩萨有圣身的智慧跟慈悲 可以控制他 不杀了他 还可以来为他扶牢 扶什么牢役 因为菩萨要来三界润身嘛 所以呢 他流祸润身 那 所以 这个是 在六度当中 波罗 波罗密 那这个波罗呢 他有 广义的波罗 跟狭义的波罗 三圣 波罗是三圣共学 也就是解脱的智慧 是三圣共学 但是他有浅身不同 这个波罗 可以 也可以说明说 我们在修观空 那观空呢 大圣跟二圣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说二圣呢 他所观的是什么呢 毛孔空 声闻 如毛孔空 菩萨呢 他叫做 太虚空 所以他的观空 他观的法性 体性一样 但是 他的量 有所不同 那另外呢 浅身的不同呢 虽然 同正法性 但是深度跟广度就不一样 那 我们说深度 在经论里面也讲到三 三寿渡河 三寿是哪三寿呢 大象 象马兔嘛 象马兔 他都渡河到彼岸 但是呢 他穷尽 河底的只有一个 是大象 大象也到彼岸 但是呢 他穷尽 诸法的法性 那二生呢 就像兔子 跟马 那一样到彼岸 但是他没有像 相像一样彻底 那在 六度当中 六度菠萝蜜 当中 般若 菠萝蜜呢 他是最重要的 那 菩萨呢 他修六度四色万恨 在修这个六度四色万恨的时候呢 他是以波勒 色导这个万恨 以波勒色导万行 以万行 庄严波勒 那波勒 波勒蜜呢 他是 超圣世间的所在 那 诸佛呢 他是从 波勒生 佛呢 也是从 波勒而生 这是属于 在六度当中呢 他是 度于吃 他是属于自立道 他是 属于智慧道 那 那在六度呢 我们说 我们要圆满这个六度 六度的圆满 才能够 呃 成就佛道 另外呢 呃 这个成熟 成熟自有情 成熟他有情 我们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有利益众生的一个方便 那 他的方便呢 有四个 布施爱与利行同事 那布施呢 跟前面 是一样的 他有财师 法师 无畏师 那爱与呢 这个爱与 他要讲 柔软语 他要讲正语 他要讲佛语 那正语呢 是不忘语 不两则 不恶口 不其语 好 这个 利益众生的方便呢 爱与 非常重要 有些人真的很不会讲话 一讲话 人家看到他 人家就摇头 转头 就想要离开 然后自己 这个 讲的话 也不知道 自己的话呢 伤到别人 菩萨呢 要学习爱与 什么是爱与 就是刚才所讲的四个不 不忘语 不两则 不恶口 不其语 要讲的是什么呢 正语 柔软语 佛语 什么是佛语 佛说的你才说 佛没有说的你都不要说 这样就对了 佛说什么 佛说的都是什么 佛说的都是佛法 佛说的佛法 会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 你们有没有去思考一下 我们在一天当中 讲佛语 占的比例大概多少 我们都是讲四俗语比较多 还是讲佛语比较多 我看起来 如果以比例来讲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是讲四俗语 99 讲什么 讲佛语 又不是英文 怎么会听不懂 佛语怎么会听不懂 佛语都是爱语 佛语都是利益众生的 都是真实的语言 怎么会听不懂 讲佛语是能量最好的语言 我们为什么不讲 最有能量的语言 我们都是在讲一些散心杂话 言不及议 怎么能够去利益众生 没办法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很笨 你如果都讲佛语 保证你夜报真上 好事跟着来 因为你看到五界里面 有一个不妄语 你不会讲妄语 你这个人都不讲妄语 你不会两舌 不会恶口 不会奇遇 你说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无话可讲 还有很多话可以讲 佛法 你所讲的都是佛法 你所讲的佛法 只要你所讲的是佛法 你说你夜报会不会增上 快速的增上 所以这个爱语很重要 爱语 语言很重要 如果不是佛语 我建议大家不要讲 所以如果你们 像你们刚才所说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世俗的医院 干脆做一个拉链好了 早上起来就怎么样 拉起来 那百分之一讲完了以后就怎么样 就拉起来 我们众生很奇怪 好的不讲 静讲一些散心杂话 其实有几出家众 在上佛学课的时候 他不发一语 下课以后呢 话特别多 特别多都是讲什么 都是讲世俗的 还是讲佛法 我以为 他一直讲 我以为他在研究佛法 过去偷偷的听 不是都不是佛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学习佛法不会进步 花太多时间 讲一些言不及议的 世俗的语言 那这些呢 很多都是跟 佛法不相干的 但是菩萨呢 就不一样 菩萨他所讲的是爱语 那这个爱语呢 他可以去利益众生 安慰众生 第三个是利行 利行就是能够 利益众生的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 他就会去做同事 同事就是 别人做什么 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做 他出坡作物 我们也跟他一起出坡作物 有时候呢 佛法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讲得很高调 但说了之后呢 谁做 别人做 自己不做 你说这样能够感动众生吗 不会 尤其司长 尤其当住持的人 当住持的人 最好呢 能够跟大众出坡作物 这样是最好 因为我也当住持 如果你没有跟着大众一起做 人家就一直瞪着你 你就跟着他一起做 他也比较能够心服 也口服 那如果住持做得比住重还多 住重就怎么样 无话怎么样 可说 住持很辛苦 住持是这样 住重要做的也要做 住重没有做的 更加要做 就像师长一样 学生是听课就好了 师长是怎么样呢 要备课 还要讲得正确 不能口误 好 这个布施爱与立行同事 这个是立即众生的方便 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修大圣行 修菩萨行 你要有三个心 实时去提醒自己 有没有升起这个三个心 也就是菩提心 相应 大悲为上手 空会是方便 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三轮怎么样 体空 你不要去执着 你去做的这些善法 不要有执着 有一个做的人 你修学布施的对象 还有这个布施的物品 好 尽修于三心 归结于三心 那前面提到说 尽修归结 圆满于三心 他这个应该 所以在修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呢 实时要检验说 有没有这三个成分在 那有这三个成分在呢 你就是修大圣行 你就是修菩萨行 那菩萨呢 这边提到了五个 五大菩萨 那五大菩萨呢 悲至愿行 那前面再加一个词 就是慈悲至愿行 悲至愿行 那每一个人 他相应的菩萨呢 也不太一样 那大慈呢 是弥勒菩萨 那大悲呢 是观世音菩萨 智慧 是大智慈 文殊实力菩萨 大愿呢 是地藏王菩萨 大行 修广大行呢 是普贤菩萨 以前我们有一位老师呢 告诉我们说 世间人会有偶像 那我们修行呢 也可以找一个呢 当你学习的对象 那 因为菩萨呢 菩萨行他有偏重 偏重在词 偏重在悲 偏重在智 偏重在愿 偏重在行 你可以选一位 这如果五位菩萨 让你们选 你们会选哪一位 大愿 有人挑大愿 还有呢 大悲 如果你大悲的话 你就 慈能语乐 悲能 拔苦 看到我的时候呢 你就要想到 语乐跟什么 拔苦 第一个呢 第一个是 那个大愿嘛 如果你看到我 你就要想到什么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众生度尽 所以我要先 我要先正菩提 还是你先正菩提 众生度尽 我是众生之一嘛 所以我先正菩提 还是你先正菩提 你发的大愿啊 是众生 先正菩提 你才正菩提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这个愿大不大 我们先这么想 教室不空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教室里面的人不空 我事不成佛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发言 你们都要先成佛 我再成佛 这样已经很 很不容易了 它是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伏提 好 那 还有呢 大致 大致 你为什么要想要 为什么以他为 对象为偶像 因为你想要有智慧 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 正解脱 还有呢 大致 这位菩萨是很重要的 是吗 因为下一尊佛 就是谁下来 就弥勒佛 所以 这个大致 这个弥勒菩萨 有一次 有一位居士 很有趣 他在提到说 大胜三系 他说大胜三系 我最相应哪一系呢 我最相应中观 他说学中观就好了 学一个呢 不用学得太杂 三系 那个中观 为事如来藏 我说 中观是很好 其他也很好啊 其他为什么很好 我说 我说下一尊佛是修中观还是修为事 那为事 为事 他是修为事哦 那你现在说 你说中观好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呢 说中观好也不一定要说为事不好啊 你下一尊佛就是修为事观哦 修为事行哦 好 其实 那个修为事行的多不多呢 比如说像 我们翻译经典最多的是谁 玄奘大师吗 玄奘大师 但是法相中的 创始者之一啊 好 所以呢 呃这个 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特质 那当然我们 最好这些特质都拥有 悲之愿行 慈悲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菩萨道的52个阶位 那这52个阶位呢 我们简列的介绍 以后呢 如果有 时间 有机会呢 我们再把它详细的内容呢 跟大家做介绍 那这52个阶位 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 常常引用这52个 那52个我们看 呃 他的算法呢 就是实信实住 实行实回向 这样几个呢 事实 再加上实地 50 然后等觉 妙觉 妙觉就是佛位了 成佛了 那这个就是 52个阶位 那在这个52个阶位当中呢 呃 我们以时间来讲 他 这个修 呃 三大阿僧奇解 三大阿僧奇解 三大阿僧奇解呢 我们看 菩萨呢 他分为 凡夫菩萨跟 圣者菩萨 那凡夫菩萨呢 就是出地之前 好 他是凡夫菩萨 那凡夫菩萨呢 他这边分为 40个阶位 实信 那这个实信呢 如果大圣奇心论 他说修 十千节 十千节 就是一万节 他修什么呢 他修大圣的菩提心 菩提心就要修 十千节 所以实信呢 他重于 这个大圣菩提心 不退于大圣的菩提道 多修十善 那这个 实信实柱 实行实回向的内容呢 我们这边就不罗列出来 那这个 他的实信呢 他多修什么呢 他多修实善 那如果实信修学成功 他就在往上修实柱 实行实回向 那如果修的失败呢 他就叫做 拜坏菩萨 好 那实信 之后呢 进修实柱 实柱呢 他重于空性 圣洁的修行成就 安住在圣意当中 那空性的 空性圣洁的修行呢 他着重偏修在 理观 就是道理上的 这个缘起空性 这样的一个修学 那进一步呢 这个修实行 重于观及空的甲民友 以大非心利益众生 那以大非心利益众生呢 这个就偏修在 士官 理事 及空的甲民友 我们在观空的时候呢 还可以体悟到 他是一个甲民友 那实行修行成就之后 我们就进入实惠项 实惠项呢 是重于空 重于空甲平等的官会 那空官跟甲官 空 是偏于理 那甲呢 偏于事 重于空甲平等 空甲平等就是理事 平等 理事不二 那这个理事呢 在道理上 在事项上 比如说我们说 缘起性空是一个道理 那缘起无常是一个道理 缘起无常是一个道理 这是理事呢 人是无常 我是无常 你是无常 桌子无常 这个椅子无常 等等 事跟理呢 他是无外的 不会事跟理是有障碍 那所以实惠项呢 他是重于空甲平等的官会 多修理事不二官 那 这个四个位置呢 如果实柱实行 实惠项 这是圣洁行帝 那出阿僧其解呢 就是修圣洁行帝 那这是凡夫菩萨 那这个三十个阶位 也可以叫做知良位 也就是我们要正入于 这个大圣法 菩萨道的一个知良 那 以为事来讲 他讲到五位 就是知良位 家行位 通达位 休息位 跟就境位 那在进入到圣位之前呢 他有一个四三根位 四三根位呢 是叫做四家性 那 如果说以 前面提到的 顺福菩 顺解脱菩 跟顺觉泽菩呢 这边是顺解脱菩 这边是顺觉泽菩 顺觉泽菩 就是四家性 然后呢 就见到修到无邪到 见到位